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的up主给大家带来是 欢迎到bug2最新的无线金条的攻略 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你打开地图 在风滚炒镇的右边呢,会有个小屋 来到这里 这小屋的后面呢,有个箱子啊 这个箱子里面是有一根金条的 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打开箱子拿金条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打开第一人层爬上去 走到箱子的旁边 然后用脚呢,把这个金条从箱子里面给踢出来 这次呢,我不小心多踢了一下 把它踢到了边缘啊,差点把它给踢下去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光山上的金条 是不是很美丽 接下来有两种方式重置箱子里面的金条 第一种呢,就是先存档再读档 当然了,这个方法太浪费时间了 直接pass掉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拿完金条之后 上马啊,跑远一点再跑回来 就会重置箱子里面的金条了 接下来你又可以愉快的踢金条了 那么呢,待会呢,我会放出网站的实况 给大家看一下的 这让我想起了2018年11月5号的 那个无线金条的bug啊 当然了,那个bug现在已经修复了 那时候可以无限拿箱子里面的金条啊 还是非常的爽的 之后呢,你就可以到黑市把这些金条给卖掉了 当然了,我现在并不是很缺钱啊 故事模式呢,我在2018年玩通关了之后呢 再也没有碰过了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次完整的实况啊 首先呢,开的第一人称爬上去 然后走到箱子的旁边 然后用脚呢,把那个金条给踢出来 就是这么的简单啊 然后我下来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金光山上的金条 然后注意右下角的按键提示 是拿取金条而不是开箱子 拿取金条了之后呢 我们就上马跑去很远的地方再跑回来 给你们看下全程 给你们看下全程 好的,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重复上述的操作了 开第一人称,爬上去,提金条 然后拿金条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那么也别忘了关注up主的Facebook 粉丝空间还有推特,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